最近在世界苦宅的栏目中 我们报道了很多地势 它的财政出现问题 包括贵州 呼和浩特 昆明 武汉 都以各种各样的方式 展现出地方 尤其是沉透债 爆发的风险 那这个不仅是一种财政的危机 与整个社会的经济运行 尤其与地方的 不管是医保的支出 公务员的工资 整个社会运行的资金 都会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这不仅仅是一个 专业的财政问题 也是一个与民生 与每个人的生活 都息息相关的问题 那为什么在2023年 会突然爆发出这些问题呢 其实大家也知道 一些基础的原因 房地产衰竭 土地财政因此枯竭 所以很多问题浮现 因为土地财政就是卖地 在这个政府收入中 占了很大的一部分 所以很多人在这个时候 嘲笑之前的 这个房地产调控的政策 就是这个房地产 房住不炒的等等政策 认为是这个政策 导致了房地产市场的崩溃 进而引发了一连串的问题 我觉得这么来抨击这个政策 其实有点不公平 因为房价之高 其实在之前的中国 已经是最大的社会矛盾之一了 所以在那个情况之下 遏制房价快速上涨 看似也是必要的 但大家请注意这个问题 如果遏制房价快速上涨 是必要的 那么土地财政枯竭 其实就是一个必然发生的现象 如果土地财政枯竭 是一个必然的现象 如果要解决财政问题 开源截流 既然开源不可能 看来就必须要截流了 因为短期其实没有 如果大家知道 这个基本的规模的话 大家要明白 不管是房产税 或什么其他的东西 都是不可能弥补 土地财政枯竭造成的问题的 那么就必须要来截流 实际上中央也颁布了 很多截流相关的政策 我们就要来看 到底有没有可能截流了 最简单的想法 认为政府就量入为初 少赚钱就少花呗 停止造成运动和各种基建 于这个情况之下 只要我们能够把每年的财政收入 就是财政这柄账 把它做成证数 就算每年只还利息 本金就慢慢拖着 其实也可以 因为只有这个还利息 是一个刚性支出 本金其实对于这个 不是一个刚性支出 而且这个本金部分 根本不用还完 因为其次随着经济增长 政府负债不断扩大 其实是没上问题的 像美国这两天 这个债务不是要再扩大呢 只要这个扩大规模 不要太快就行 我们都讲了 这个现代政府 是一个负债性的政府 对吧 它只要不要快到 冲击银行系统就行 所以当前政府可不可能截流 并且透过这个截流 实现财政转政呢 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这个问题可以引导我们 对社会进行很深度的分析 今天我们就是来做这个事情 相信通过这一期 你能够对财政 市政支出 以及中国整个社会的运行策略 甚至更大的问题 拥有一些非常重要的感受 好 欢迎大家来到这个 审时主查节目 感觉就是个查记的节目 我们每日新闻的节目 叫做世界网查 我临时起义评论 其他人的这个新闻评论的节目 叫起义抹擦 那审时主查呢 就是整个这个 世界苦茶体系里面啊 就是最大的 最硬核的一个节目啊 审时主查呢 就是我们能够把 很多的新闻啊 串起来 以专题的形式 进行一个深度分析的节目 那这个呢是第一期 非常欢迎大家来看这个节目 那这期呢 第一期我们碰的就是一个 最关键最关键 对于中国来讲的问题了 就是地方债 与政府财政的问题 那么我们回到之前 在问的问题啊 之前我们在问 为什么地方政府 节流是个困难的事 为什么这么难 把政府支出降下来呢 这是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呢 有很多解释 第一个呢 是一个道德的解释 我们认为啊 中国这个政府嘛 缺乏监督 又没有法治 那各地呢 贪腐恨行 各种灰色产业 灰色收入 白手套 既得利益者呢 在持续掏空 这个国家 所以说导致呢 根本啊 正是这个体制的原因 导致节流是不可能的 这个呢 我觉得其实 有一点过于使用 中国历史传统中的 这个道德决定论来看问题了 实际上 如果你知道 这个中国财政的数量级 你就知道 各地当然会有贪腐 现在也有 但实际上 因为贪腐的原因啊 导致政府无法节流 是不太可能的 我国啊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一年是26万亿 政府性基金支出 一年是11万亿 这两个呢 就是支出的最大项 另外两项呢 是国有资本经营支出 3395亿 和社保支出 9万亿 社保呢 是一个比较独立的一本账 这几个加到一起啊 政府全年支出 46.3万亿 要占全年GDP啊 我们一年GDP 像2022年是121万亿 就占了GDP的38%之多 在46.3万亿里面 要节流 你说贪 这段能贪多少 实际上 我觉得这个贪污的数量 和这个数量级的节流相比啊 根本就不是一个事情 所以说 这个道德的解释呢 其实并不能解释 为什么节流如此困难 好 第二个 我们进入一些 更技术性的方向啊 第一个技术性的可能 为什么无法节流呢 就是因为现在 政府负债已经太多 偿债成本太高了 你应该听说过啊 对于一些地势来讲啊 每年就光这个还利息啊 就要花掉财政的一半 因为这个情况之下 你想啊 利息是一个刚性的支出 如果利息呢 都要花掉财政的一半 那自然是不可能 能够把这个支出 降得下去了 对吧 那我们就要想啊 这个利息占财政一半 这个事呢 是非常广泛的 还是只有少数地势如此 这是很重要的问题啊 我们这个很容易 做一个数学的计算 我们按这个年化利息 6%来算啊 实际上政府债务呢 年化利息6% 已经比较高了 绝大部分政府债务 绝对比6%要低很多了 乘头债呢 到6%和6%以上 实际上这个信用情况 就已经不升了好了 我们就按平均6%来算吧 那么如果6%来算啊 这个利息什么时候 要花掉政府的一半呢 那就是政府的广义债务率啊 到830%的时候 那每年利息呢 就要花掉一半了 那广义债务率呢 就是这个政府的 政府性债务 加上乘头债务等等 加到一起 它占这个政府 每年总收入的比重 也就是说 如果政府现在 所有的债务啊 比它一年的总收入 8倍以上 那么呢 那么这个利息呢 就要花掉一半 那有没有城市 到达这个地步呢 其实是有的 而且呢 不是特别少 到底是什么数量呢 我这期节目啊 主要是一个抽样调查 我调查了57个各种各样的城市 在这57个城市里面啊 有多少城市的广义债务率 已经到830%以上了呢 一共有14个城市 到达这个数 虽然不是绝大部分啊 但实际上 那个数量确实也不少了 但解决这个问题 也有一些办法 降息嘛 大家知道啊 之前贵益州遵益那个债 那个遵益那个债务呢 不是展期20年吗 除了展期20年前 10年只还利息以外 其实啊 整个利率也是大幅下降的 如果我们为了这个经济增长 继续降息啊 其实控制这个稀差 让银行有利润呢 进一步让政府和成都债务降息 也是有可能的 当然啊 是不是全国到达这个债务率的城市 就是十四分之五十七呢 我觉得这个没有特别 呃 详实的数据 我不敢这么说 因为我觉得很多更小的城市啊 其实它的债务率呢 会更高 我这五十几个城市呢 主要还是以大中城市为主 但是更小的城市 债务税高啊 其实经济体量也较小 这五十几个城市的经济体量 已经非常非常大 我就是统计这五十几个城市的 总人口一共是5.1亿 总的GDP呢 是63万亿 所以基本上呢 他们的人口数啊 占全国人口数的36% 而GDP呢 是一半以上 所以这个呢 还是很有代表性的 五十七个城市啊 当然啊 其实十四分之五十七的城市啊 每年利息就要花掉财政一半 这已经是特别特别巨大的问题了 但是政府的收入呢 除了一般预算收入之外啊 还有政府性基金收入 就是卖地啊 等等等等的 所以说 呃 虽然这些城市啊 可能每年利息就要花掉一半 并不代表呢 它只有这一半的钱 有时候卖地的钱呢 也是可以用来还本付息的 等等等等的这些问题 啊 但这已经是很大很大的问题了 所以说 第一个技术性的方面 会不会呢 负债已经太多 偿债成本太高 导致呢 其实截流非常困难 我们就能看到 这个问题确实是存在的 第二个呢 会不会啊 其实因为大家都知道啊 这个中国的政府呢 要负责投资拉动经济 你如果这个一停啊 这个经济就停下了 所以说会不会是因为 一定要投资拉动经济 这个积极投资 实际上导致这个钱呢 降不下来呢 这个呢 也是一点 对吧 但这个事情在理论上啊 也是有个技术性的解决方法 就是专项债 专项债呢 就是政府啊 持续通过 这当然是理论上的可能性啊 政府持续去投那些 一定有收益 一定有归报 理论上呢 是让一个地方的经济 快速发展的 就是充实 它本地的经济 进而会充实 本地财政的项目 这些专项债呢 我们完全可以啊 把那个地方政府 其他的现有的烂摊子 剥离开 让这个专项债部分呢 其实一直是一个正向增长的 从理论上当然是可能的 所以政府的这个投资指能呢 可以以专项债的方式 技术性的来解决 好 这两个可能性呢 是不是都会导致中国政府的截流 变得很困难 进而让这个财政和乘头债的问题 构成死局呢 那是有可能的 但我们进一步呢 往下分析 刚才我们所讲的 第二个专项债等等等等的 通过专项债的方式 不断充实地方的这些经济能力 进而解决问题 其实这一点呢 基本上呢 就是工业党的想法 对吧 这工业党就不用介绍了 我相信听我节目的同学呢 应该大家都知道这个概念啊 那么工业党就会认为呢 中国的问题啊 就是因为搞这个房地产 如果不搞这个房地产和土地财政啊 这些钱都来搞工业 那不就好了吗 你看这个地产问题多多 第一啊 是一个情绪上的问题 这个房价逐渐增长 刚才我们也讲啊 这个房价已经是基层矛盾 很大的一个方面了 第二呢 它还推高了城市的负债 和居民买房的负债 你看工业就没有这样的问题 工业看上去呢 对经济只有好处 没有坏处 房地产虽然有一些好处啊 但是你看这个房地产 除了好处之外 还有这么多的坏处 所以工业党就认为啊 这些地方政府 根本就搞错了方向 他们要把投入到基建 和房地产上的钱啊 都投到工业上 中国经济早就好了 中国经济全搞工业 因此能解决这些问题啊 因而刚才的第二个方式 通过专项债 逐渐化解风险 有没有可能呢 我认为呢 依然没有可能 没有可能的原因呢 这也是一个数量级的问题 你的工业党人啊 就是他们的逻辑 似乎看上去 听上去特别合理 但他们在数量级问题上呢 却没有把握 比如说2022年啊 我们全国工业的总产值 是40万亿 这40万亿呢 产生了企业所得税 4万亿 以及增值税 4万亿 这个增值税部分啊 其实已经不光包含工业了 还包括消费等等等等 我们就全部算了 我们就算进来啊 这里面呢 你不能说这都是工业党 他们所主张的收入啊 因为这工业里面呢 有一大部分是房地产 比如说建筑业 根本就占GDP的8% 包括水泥啊 钢材啊 电力啊 这些都与基建和房地产高度相关 所以大家明白了 OK 大概工业的总产值 就是这些 能够带来的税收收入等等呢 加起来一共大概8万亿 绝对没有啊 因为这8万亿 已经是往高了估算了 因为这里面没有算 增值税里面 非工业企业的部分 也没有算工业企业 房地产的部分 那比如2021年啊 这个土地财政是多少钱呢 也是8万亿 所以说对于财政来讲啊 土地比工业总产值 带来的好处 其实加到一起 还要再更大 所以工业党主张啊 全搞工业 就可以不搞房地产 这个事啊 仅仅从土地财政上比啊 土地财政都与工业总产值 所带来的这个差不多了 所以我觉得 这个工业党的人 其实他也没有对这个 整个大盘子里面的数量级 有一些考虑 他们认为 只要全搞工业 就能解决财政问题了 我觉得在数量级上 是做不到的 当然这么大的数量 大家可能还是没有完全理解 我说这话什么意思啊 我举个例子 大家就明白了 所以工业党啊 怪各地不搞工业 只搞房地产 导致了现在的问题 好像啊 各地可以在搞房地产 和搞工业之间二选一 这就像啊 我们问一个收入 很普通的人说 哎呀 你每天怎么吃饭呢 你看饭这个东西啊 还会导致人长胖 你全吃肉不就好了吧 但是对于一个现实情况来讲 当然可以全吃肉 但吃不饱啊 对吧 肉太贵了呀 他要想吃饱呢 那就必须吃饭 所以说对于 其实财政也是一样啊 财政想吃饱 就得搞房地产 因为对于现在财政收入来讲啊 就有所谓工业党 所主张的工业收入 其实就像肉一样 它确实很好 但是呢 数量不够 所以说我们就要问 到底问题出在哪里 光吃肉 为什么吃不饱 我们现在就要问了 什么东西 到底那么花钱 花钱到啊 我们必须要靠 土地财政和房地产 这个全国的这个财政 这个盘子和支出 才能够维持的下去 好 我们就回到这次的这个主轴啊 我们不是搞了一个 57个城市的详细数据的研究吗 这个城市样本呢 57个城市 其实大中城市啊 有大有小 经济能力呢 也有高有低 其中呢 包含了两个GDP 已经超过4万亿的城市 就是北京和上海 这是GDP4万亿的啊 同时呢 也有两个GDP 2000亿以下的城市 就是青海的西宁 和安徽的淮南 那中间层级呢 各个都有覆盖 在省份覆盖上呢 也比较全面 其实除了西藏 新疆和海南之外啊 全国每个省都有 没有纳入这三个省啊 并不是因为他们偏远 而是因为啊 他们公开数据太少了 这三个省找公开数据 也没有其他省份的 各个城市方便 那么对于这57个城市啊 我列举一些中位数 给大家一个概念啊 就是大概是个什么样的城市 这57个城市的中位人口呢 835亿 中位GDP呢 是7695亿元 那么人口在800多万 GDP在7000多亿的城市 大概涨什么样呢 大概就是昆明 昆明呢有点小 但昆明呢 在一个方面拖了后腿 就这些城市的人均GDP啊 大概是11万 11万什么水平啊 大概就是1.5万美元 我们国家现在的人均GDP呢 是1.2万美元 所以这57个城市 比全国人均GDP啊 当然是要在顶先一点的 但昆明呢就拖后腿 昆明的人均GDP 只有8万人民币啊 这不是就比这个中位数 11万人民币呢 要少了一点 好 那是这是一些 基本经济情况的中位数啊 我们今天主要关注的呢 还是财政 好 我们就来关注一些 财政的中位数 那么这57个城市啊 财政收入的中位数 是561个亿 2021年啊 他们这些城市的中位数 是657亿 所以说减少了 还是比较多的 第二个呢 我们主要就关注 土地出让金 就是卖地收入 卖地收入的中位数呢 这57个城市啊 是364亿 2021年是636亿 所以这个折损是非常高的 大概40%的样子 那么财政收入 中位数560亿 财政支出中位数是多少呢 999亿 就基本上快到 这个财政收入的一倍了 那么政府性基金支出是多少呢 我们刚才说啊 土地出让金 就是占各地 政府性基金收入 最主要的是364亿 支出呢 是642亿 所以基本上 财政自给率是55% 这个数就很小了 所以这57个城市 基本上财政自给率 就到一半个样子 但2022年比较特殊 也没有那么特殊 他们的21年的财政自给率 也高不到哪去 好 看上去啊 这个土地收入呢 削减非常非常多 但是我们要考虑一个问题啊 这个土地出让金 看上去啊 中位数是比财政要少的 对吧 在2021年差不多 财政657亿 土地呢 636亿 在2022年呢 财政561亿 土地呢 364亿 那我们就来看 这个财政少这么多 到底对一个地方的 整体收入影响是多少 对吧 所以说我们就看这个 土地出让金 占整体财政能力的比例 也就是说 你今年少拿多少钱 比如你在土地上 少赚了100亿 这100亿 在你的财政总收入里面 占多少呢 对吧 这个呢 就能看出 到底对一个地方 这个钱带子的影响是多少啊 那这个数值呢 我管它叫土地出让金 占收入的变化数 这个变化数的中位数是多少啊 是10% 这里面呢 最多的是长春 长春呢 就占整个收入比啊 44% 就是土地出让金减少的量啊 基本上让这个城市的整体 钱带子减少了一半 这就非常可怕了啊 比如说其他城市像 纪宁啊 是20%多 那全国这个数是多少呢 比如全国啊 2021年土地出让金 收入是8.7万亿 2022年啊 土地出让金收入呢 是6.6万亿 减少了 土地出让金收入啊 减少了23.3% 那2022年 一般公共预算的收入啊 是20万亿 减少了大概占 钱带子7% 所以这些城市啊 受土地出让金 占这个总收入比啊 中位数是10% 其实比全国数值呢 还要再高一些 所以土地出让金啊 变化的部分呢 确实不算小 但是我觉得呢 其实没有算伤金动骨 比如说啊 几个爆出财政问题的城市 贵阳 贵阳呢 受到这个影响的值呢 是11% 不算特别多 昆明是16% 也不算特别多 武汉这个数相对多一点啊 就武汉土地出让金的减少啊 占这个钱带子的比例呢 是24% 这个呢 就要多一点点 所以土地出让金呢 的减少啊 对各地财政的影响 是非常实在的 那你说是不是每个城市因此啊 都特别伤金动骨 我觉得呢 就没有 好 就是土地出让金啊 那可能呢 这个只是一个短期的问题啊 不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 那我们转向啊 结构性问题啊 看这个债务到底有多少 刚才我们一讲啊 广义债务率到达830% 那么偿还利息的压力 对每个政府呢 就比较大 当然由于实际利率要低一点啊 会比830%的弹性更大一点 那么这57个城市 他们这个广义债务有多少呢 他们广义债务的中位数啊 是616% 可以看到啊 各地的这个债务压力都非常高 其中呢 比较典型的 也是出问题的 比如哈尔滨 哈尔滨的广义债务率呢 已经到了1091%之多了 所以你看 虽然啊 哈尔滨的整个2022年 土地出让金的减少 占收入的影响值呢 只有7% 但是呢 债务率这么高 它的财政呢 肯定会出问题 其中呢 青岛啊 广义债务率 已到达了997% 那么它的2022年呢 整个土地出让金的减少 占收入值比10% 等等等等 这些城市啊 所以在这个数值之上 我们也可以关注 所以说我们就会发现啊 一个城市的财政出问题 可能呢 有几个综合因素决定 像青岛啊 虽然这个财政的这个债务率非常高 但青岛本身呢 财政水平是不错的 尤其是人均GDP啊 人均财政贡献啊 可能都稍微好一点点 但是也没有特别好啊 我认为青岛财政爆了可能性也是挺大的 但有些别的城市 虽然这个财政的债务率很高 但城市经济还不错 应该就可以 有很多城市啊 它的土地出让金 锐减得非常快 但财政负债率还比较低 那这个情况之下 它也不太容易爆雷 所以可见爆雷啊 是一个综合因素影响的事 好 所以我们回头来看一下啊 这个数据是否支撑 2023年啊 这些城都债等等的问题 是因为土地财政衰竭的原因来决定的 就最开始的一个东西啊 其实我觉得呢 不是 土地财政呢 只是说加速了这个不平衡的财政的崩溃而已 加速了违约风险的出现 但结构性的债务问题啊 绝对不是由土地财政引起的 因为土地财政影响的中位数只有10%嘛 只有10%的情况之下 2023年为什么财政问题和城都债务问题这么高发呢 背后呢 一定有另外一个结构性的问题 所以我们就能看到啊 问题呢 应该不出在收入快速变少 而是出在什么呢 出在支出在快速的变大 就各个城市的支出在变大 就是不是开源是主要问题啊 而是节流是主要问题 其实如果大家关注中国这个财政啊 就会知道 过去几年财政支出的增长 其实一直是跑赢GDP的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啊 而且这不仅仅是2022年 因为疫情和防疫的原因 导致财政支出增长 就是财务扩张早已有之 比如说著名的这个工业党啊 这个马前卒同志 他不是之前去调查过这个独山县吗 独山县啊 十年搞了400亿的基建 他就认为呢 这个中国啊 支出在变大 就是因为这些重复基建导致的 因为这些没有意义的地方基建导致的 但我又要说 真的吗 我觉得啊 这又不是一个数量级的问题了 十年400亿 就是一年40亿 一年40亿 在贵州的这个整体支出里面啊 占多少呢 贵州省啊 一年公共预算支出1273亿 政府性基金支出呢 2678亿 两个加到一起啊 接近4000亿 独山县这一年40亿啊 占贵州整体支出1% 其实呢 量是不大的 所以说 中国啊 政府支出快速扩张 是不是因为建这些楼 我觉得呢 这些楼啊 非常显著 但并不是结构性的问题 工业党的逻辑啊 就是看似找了一些特别显著的现象 和特别明确的逻辑 却往往啊 延误了背后真正巨大的 和隐性的结构性问题 好 我们这期呢 就进一步探知 进入到那个结构性的问题之中 所以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呢 在57个城市中啊 我发现 这些财政出问题的城市 有一个数据高度类似 这个数据较少呢 很可能是他们爆发 真正财政问题的原因 这个问题就是 城区居民 人均GDP 什么叫做 城区居民的人均GDP呢 人均GDP这个是好理解啊 就是一个城市的GDP 除以它总人口呗 什么叫城区居民的人均GDP呢 在中国啊 一个城市的人口 分为城区城镇户籍人口 和非城镇户籍人口两部分 这个数值呢 背后呢 就是城镇化率这个数值 对吧 而且大家也明白啊 实际上呢 绝大部分的工业产值 GDP消费啊 是在城市中发生的 所以说 把整个城市的GDP 除以城区人口呢 是一个有价值的数据 所以我就做了这个统计啊 叫做城区居民的人均GDP 所有出问题的城市啊 城区居民的人均GDP 都比较低 你看啊 我们刚才讲啊 前面讲这个人均GDP的中位数 是多少呢 是11万元 对吧 那城区呢 按理说啊 城区比总人口小 就是分母小了 那么人均GDP的中位数呢 应该变大不少 我们来看几个出问题的城市啊 哈尔滨城区居民 人均的GDP是10万元 在57个城市里面 倒数第一 广义债务率1221% 跟刚才那个数据不一样啊 刚才那个数据 是一份别人统计的 广义债务率 以下的数据呢 是我自己统计的广义债务率 和它不一样 但数量级是类似的 第二个 出问题的贵阳 贵阳城区居民的人均GDP 12.88万 占57个城市 倒数第八 广义债务率929% 昆明城区居民人均GDP 14.12万 倒数第十 负债率1069% 武汉城区居民人均GDP 武汉其实大家认为 是一个比较发达的城市 对吧 但它的城区居民人均GDP呢 18.86万 倒数第20 它的广义债务率呢 748% 还有一些挺有意思的城市啊 比如说 因为刚才不是从倒数第一的哈尔滨 直接跳到倒数第八的贵阳吗 那中间是啥呢 比如说南宁 南宁不是刚刚爆出一个停车企业的风波吗 这个城市的财政绝对有大问题的 南宁呢 城区居民的人均GDP 11.44万 在这些城市里面啊 倒数第四 广义债务率1586% 长川城区居民人均GDP 11.57万 倒数第五 广义负债率 1250% 天津 城区居民的人均GDP呢 14.92万 倒数第13 广义债务率呢 1279% 除此之外 还有一些挺危险的大城市啊 包括柳州 重庆 成都 济南 南京 好 因此啊 我就发现城区居民的人均GDP 和一个城市的广义债务率 是有正比关系的 一般来讲啊 就是城区居民的人均GDP 很低的地方的 很容易债务很高 我们就来分析这是为什么了 因此啊 我们说明啊 这里面其实有一个很关键的平衡 你想啊 为什么一个地区 城区居民的人均GDP低呢 只有两个可能 第一 本来这地方经济就不行 比如说哈尔滨 城镇化率其实只有54.9% 不高的 它的人均GDP只有5.49万 所以就算这个城区居民的人均GDP 翻一倍 也就10万 倒数第一 所以这种城市呢 不是因为城镇化率太高 而是因为本身经济就不行 所以这种城市呢 它出现财政问题啊 这个很容易理解 第二个呢 就是城镇化率过高 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天津 对吧 天津在城区居民的人均GDP呢 排倒数第13 但作为直辖市啊 天津的经济没有那么差的 但天津的城镇化率啊 高达78.66% 所以说人均GDP呢 其实就比较低 这个城区居民的人均GDP呢 也就比较低了 那有很多城市啊 经济又发达 城镇化率呢 也非常高 比如说深圳啊 城镇化率高达99.66% 它基本上就是造成运动造起来的嘛 所以城镇化率相当高 几乎100%啊 人均GDP呢 能够达到18.52万 就很高了 还有一些城市呢 比较平衡 比如说唐山 唐山这个城市啊 其实是负债不多的 整个财政呢 看起来也比较健康 它的城镇化率呢 只有27.6% 好 我们就发现啊 这里有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了 也就是说 各个城市需要实现一个平衡 就是经济能力与城镇化率的平衡 很多城市啊 就是因为城镇化率过高 导致财政支出非常高 那我们就要问了 城镇化率的问题是什么 所以我们现在明白了 导致2023年财政出现困境 城头债暴雷的原因 可能并不是因为建设太多 也不是因为债借的太多 或者说这两者呢 也都是表层现象 真正的生成现象 其实是过度城镇化率带来的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过度城镇化率 城市为何又如此昂贵呢 这个呢就是我们下一期要讲的问题了 那么非常感谢大家 收看第一期的审视主查节目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 也欢迎大家能在Patreon赞助飞兰电台 好 大家记得感谢相信 也感谢分享你的相信